《震魂》应该是最近最火的网剧之一,以P大写的三枚小说《震魂》改编,对于其他单枚小说改编剧,震魂的火爆是有一定界限意义的。 他给了很多单枚小说改编剧信心,正是给了很多单枚小说粉信心,以前担心改编成《兄弟情》,会破坏原著中很多的美好回忆。 而看了《震魂》以后,终于知道原来《兄弟情》一样能带来甜蜜镜头,一样能还原名场面。 小编记得在《震魂》刚开始火的一段时间,很多人都表示不解剧情、群演、场景,特效看着都很尴尬, 这样的剧居然也能火,究其原因只不过是因为朱义龙和白宇饰演的沈薇和赵云兰,特别符合原著粉心中的形象。 再加上他们熟读原著,用他们的演技将原著中原著粉们期待的名场面都还原。 虽然是兄弟情,但看着一样甜蜜,开始小编以为只要两个主角能用演技把原著中的名场面都还原, 那么单位网剧就能成功,直到SC暧昧暗集开播,从改编上SC暧昧暗集做得真的很好, 还原度有原著的80%,两个主角也能将甜蜜感演绎出来,但他的火爆程度要比镇魂相差甚远。 究其原因是SC暧昧暗集将里面的重要人物的人设以及性别更改了, 这一点让很多原著粉细剧,所以符合原著中的人物设置。 在这个基础上去,还原原著中那些名场面是单位网剧能够成功的基础。 根据这个曲拍单位网剧,成功的几率会更高,设点连小编都能看出来, 那么那些还在拍摄中的单位网剧,剧组就更清楚了。 所以小编非常期待还在拍摄中的陈行令。 作为单位小说《摩大祖师》改编的网剧,陈行令的关注度一直很高, 还跟郑魂一样是兄弟情。 所以当郑魂爆火的时候,很多的单位小说粉都开始期待陈行令。 期待陈行令的两个主演王毅博和肖战能像朱一荣和白宇那样, 将原著中那些名场面都还原了。 在小编看来陈行令完全可以借助郑魂这个东风进行宣传谱点, 让陈行令尾波鲜活。 这样在以后播出时,成为爆款的几率极高, 但是陈行令剧组并没有借这个东风。 好几次陈行令上热搜,都没有什么惊喜,太过平淡了。 实际上陈行令剧组只要适当地流出一些拍摄镜头, 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。 小编一直以来都不明白陈行令剧组为什么要怎么做, 直到近日陈行令的剧本流出。 在流出的剧本中,居然出现了魏无羡和温情滚了几滚的情节, 再加上之前被爆出王一博和温情的戏相差不多, 以及剧情都是围绕温情进行的。 这么做事在魏无羡和蓝旺鸡之间加了一个温情, 把一个双男主的剧变成了大女主。 这是一出原著粉愤怒的, 要是直接把陈行令改成温情令好了, 改成这样了,还怎么借阵魂的东风宣传啊? 单美把剧成功的基础一条都不符合, 人设变了。